今天我们来搞一个酷酷的发型啊 来 我们先把这个头发给它分成三七分 就是把这个啊 这里 我们先给它分过来 我的头发比较硬啊 比较短 来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油块这儿给它放下来啊 这里先给它 为了不让它乱跑 然后我先用皮筋扎一下啊 来 然后我们可以把后面头发 我们给它扎一个高高的马尾 就你后面的像我这么短扎不上的就算了呗 就是啊 能扎上的好不好 我们先给它扎起来啊 一会儿扎不上的我们再给它处理啊 扎一个落马尾现在扎好了就这样子的啊 然后我们把前面的头发哦 来 看一下 我们先给它一流一流的分哦 一流一流的一定要给它分起一点 分过来之后不需要用梳子的啊 来 我们给它旋转 看一下啊 就很随意的旋转 旋转完了之后我们又要给它绕在这个小马尾上面啊 然后用卡子固定 然后我们再来我们的第二绿头发啊 同样的啊 拿上来之后可以给它整理一下啊 稍微整理一下 像我这个有小刘海 那没有刘海的更好整 然后我们就这样拧啊 拧的时候一个方向拧 你不要这个这样拧 然后那个又往上拧 来 然后我们从这给它换过来 换过来之后 如果说你的头发像我的这么短啊 拿卡子固定不好的话 我们可以用皮尖去给它固定 这样的话会更加老固 因为这么短的头发绕不住 一会儿这个马尾也不好看 一会儿我们要给它整个弯子 我们已经全不好定了啊 然后如果说你的头发比较长的话放下去很酷 然后我的头发太短了 我们给它整个丸子头 丸子头怎么搞啊 我们先把这个发尾这里给它 用皮尖扎一下 扎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发尾给它隐藏到这个里面去啊 可以往外面稍微拔一点点 这里也可以给它拽一拽 整理整理 看到吗 好多发型的话都是后期去整理的 像这边啊 那你们像我 你们肯定想知道我后面头发咋弄的啊 因为我头发太短了 然后后面的话你不好去用卡子卡 我直接是用一个皮尖扎的 带完之后里还放了一个卡子就可以了 很简单啊 气质快快 这里